我给大家说这个诠释怎么演变 是在理解上越来越偏差 因为这个原来的东西很难理解 特别你离开这个东西了 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手这样 但是旋转不出来 你看就这个意思 后来练的它就不一样了 放在它轴的后面 它要一跑我就跟着走 这个时候两个手这么 这一使劲它顶上劲了 就是我就用轴去打它 拿一个比较破烂的细一点的 死了的木头棍 树上掉下来这个基本烂的差不多了 两个手一抓 这就叫静住两头 一抬用膝盖咔嚓搞断它 这就叫静住两头走中间 怎么样呢 一抓你看我把它拉开 你们拉的时候转了 转了以后你第二个力已经用完了 看拉开了 然后卡的一下 轴是打90度的点 使上劲的时候你空着手 全身它就颤抖 因为你使上劲了又不允许动 你拿着棍就没事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的轴 咔嚓一下 我就觉得走走走 一走到这 咔一下 走走走走 走的走不动了 咔一下 走走走 你看两个人拉 拉拉拉拉拉拉到最后 拉得两个人对上劲了 咔这一下 你看走走走走 走到最后 两个轴是死了 我这非常夸张的做错误动作 只用手用力 用到这个时候 你看下一个动作 你看我的轴 看这个轴 轴一动不动的用手伸 伸到这个时候 你看我坚持不住了吧 因为这是非常被动的动作 这个时候 咔 它能就 就在这个时候 用胸去冲这个 我这个橡皮筋 有个黑点 大家看到了吧 我给把它放在中间 这个黑点就在我弹中穴上 这个时候呢 我这么冲它 大家看 我往后拉 准备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 咔一下 就这么个东西 体育比赛 找的就是 我用这个东西来表示 对方顶着我 我和他这么较劲 较较较较较较 它是这种 靠过 靠速度和突然一下 是靠的这种 这种东西 我们这是顶上之后 是靠的这种